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2000整点新闻 我是新华为您新闻话重点 欢迎及时参与我们的YouTube的线上直播 留言互动聊新闻 首先头条消息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 今天网路上很多军事迷 可能都有看到这则消息 就是中国大陆的核子潜舰 传出在台湾海峡失事 而且是一款非常先进的093型商型的核潜舰 而舰上的所有的官兵统统身亡 而这么耸动的消息 立刻引起两岸媒体的注意 而TVBS的记者也实际上国防部来求证 那么国防部表示 目前没有相关的情资可以来证实 这个网路传言是属实的 而且后来也有传出 可能事发的地点不是在台湾海峡 是黄海或者是南海 不过谣言传来传去 依旧没有获得官方渠道方面相关的证实 还有另外的抢救讯息 不过由于近期两岸的关系 这么紧张 情势轨决多变 也使得这样的消息被放大监视 中共军媒今年6月才展示093型核潜舰画面 军事肌肉秀好秀满 只是推特上一位长期关心 和报道海军军事内容的网友 22日早上引述了另一名大陆网友的贴文 因为对方声称掌握21号下午2点 093型核动力潜舰执行台海任务时出事 12小时后补充发文出事地点在黄海海域 不是在台湾海峡 另外有网友则搜寻海上船舶定位系统网站 发现疑似是大量的救援船和托船出没南海 觉得情况不单纯 只是这些消息均未经证实 对这个部分没有其他的官方的说法 来去做一个证实 这样一个在社区媒体上流传的讯息 我对他没有其他的评论 因为一度传出在台海出事 我国防部回应可不敢大意 回答非常保守 更没做任何传策 对台湾的封锁 基本上来说的话 还是以传统动力的裁电潜舰比较适合 那他如果是这种核子动力潜舰的话 第一个主要就是做一个远航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就是 他可能会往南海 或者甚至是往印度洋 或者是说他希望能够进入到太平洋 海湾海峡这边似乎机会并不大 指出093型核潜舰能搭载大概100人左右 而根据公开资料 中共的核动力潜舰按南北战区配置 主要部署在青岛和三亚 常规动力潜舰则是 攻台主力东部战区基地在宁波市北轮区 那他主要的话 也不完全是在对我们的进行封锁 比较有可能是尝试 可能会去攻击像是美国的一个 航空母舰战斗群 或者是说为他自己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做一个掩护 担心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虽然未经证实也没有缺些讯息 但台海情势诡谀 自然被放大检视 而继续看到呢 其实牵动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就是2024的大选了 明天就是823炮战 所以呢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三个月之内三度造访了金门 这对于他来说和平宣言有重要宣誓意义的地点了 而这一回呢 郭台铭造访金门呢 喊出了他要来设置2000万美金 相当于6亿台币 设置一个和平宣言的和平倡议的基金 他可以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或是有任何对两岸和平的构想 都可以动用这一笔资金 同时他也喊出呢 金门跟厦门应该要进行新三通 也就是通电通气 甚至共益来建造金下大桥互通 而同时呢 他除了有和平倡议之外 今天也到了著名的金门菜刀的这个制造厂 还获赠了一把刀 当下呢 他也非常开心示范白刀入刃 现场也是欢呼一片 抵达金门粉丝高唱黄浦笑歌不熟 摇根几句 毕竟来到金门最前线 曾经在空军高炮服役的郭台铭 战地经验记忆有心 但这回主轴不是战争 而是和平 仿佛太空漫步大进场一分钟的路 他花了五倍时间才走到主桌 为台铭 国台铭 八三炮战六十五周年前夕首富级大手笔一出手就是两千万美金 金门和平宣言之后加码再推金门和平倡议 近六四千万台币心心念念都是和平 就连参观钢刀场 店家也仿佛形有灵犀 现切炮弹磨钢刀 正中央就是斗大的 要和平不要战争 落款郭台铭送出专属勇士刀 郭台铭捐钱推动和平倡议八大象 同一天侯友宜提出两岸经贸示范区六大主张 金门民众却没打算全卖单 侯友宜有时候要做的话就直接做惊吓大家 然后一个激进化也花不了什么作用 可能他们看得比较严 但我们百姓看得比较浅 侯友宜他这种通桥 然后通天通水 还有一个通气 对我们民生比较有帮助 侯国前线短命相接王不见王 端牛肉拉拢明星各自出招 TB新闻李明辉中海域 金门采访报道 好政治一点民内幕 说明现场呢 我们直播已经邀请到了复离 秦明哥 新华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好秦明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金门今天非常的热闹 但是同时呢 政坛的焦点也都在关注苗栗这个地方了 因为先前喊出呢要下架国民党 今天呢苗栗前线长徐耀昌 今天在脸书上面颇文说他要退党了 要把这个党旗收进抽屉的深处 甚至呢还直接泡打侯友宜 究竟为什么苗栗跟国民党中央 之间的嫌隙会越演越烈呢 好徐耀昌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突然发了脸书 就是说他要退党 那当然外界观察的是说 徐耀昌退党是不是之前 他的所谓他自己所谓的失言风波 就是要下架国民党 那可能会遭到党纪的一个追究责任 所以他自行退党 那不过我们要观察提供给大家观众一个观察点 就是其实这还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苗栗地方势力的重新盘整 重新整合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 那徐耀昌他代表的 其实是目前苗栗一个新兴的地方势力 就是五党籍联盟 五党籍联盟为首的就是现任的苗栗县长 钟东景 因为钟东景在去年苗栗县县长选举的时候 跟国民党提名的谢福宏做了一个对决 那当然他获胜了 不过他也因此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所以他是这个五党籍联盟为首 就是第一号人物 那新进的成员是谁 新进的成员就是许耀昌 他在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宣布退党 还有就是陈超明 陈超明他目前也被停权 因为他永爱再生 所以他不能享有国民党的一个权利 那另外还有一批人是这一次 应该是说在去年要力挺钟东景的 有很多苗栗县的议员 他们为了挺钟东景 所以他们不用国民党籍身份去选 他们都用五党籍 而且人数很多 而且都高票当选 当选之后 他们在议会就成立了一个五党籍联盟 五党籍联盟在最近势力动作都很多 之前最新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们也参与了国民党 在苗栗三线的立委初选 派出的人就是许耀昌 立拱 许耀昌去参与初选 不过他们对决的对象还是老朋友 就是国民党系统的谢福宏 他推的叫邱正军 那他们两个之间彼此可以说是厮杀的越来越激烈 应该可以说就是一个五党籍联盟 跟国民党系统的厮杀越来越激烈 彼此也产生很大的一个心结 那这个五党籍联盟的成立 大家就观察 郭台铭会不会跟这个五党籍联盟进行结合 如果结合了的话 对于侯友宜在苗栗的选情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苗栗有多少选票 以去年苗栗县的选举的人数 选举人数大概44万4千多票 其实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票数 所以侯友宜或是国民党在这一方面 在今天面临了学校舱的退党 应该是要进行一些盘整跟整合 确实因为这个苗栗之间的这个派系斗争 其实都还是泛兰之间的内部斗争 但是现在是浮上台面 我相信不管是对于苗栗的选民 还是说对于这些 可能是菲律联盟的选民都在看 苗栗都没有办法整合 接下来呢这个菲律阵营的像是郭根科 还有侯会继续如何整合 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 所以说这算是一个国民党选情的 一个不确定因素又浮上台面了 而同时呢其实锦铭科 今天许耀昌甚至直接 直接点名了侯友宜 有四大的罪状 甚至还扯到了韩国瑜 对就是看起来彼此心结还是蛮深的 点名就是点名侯友宜 那侯友宜当然竟然有些回应就是说 对于这些批评他都接受 然后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再坐下来谈一谈 确实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报道 讲着讲着眼眶红了 即便下午就要出发金门 在七夕这天侯友宜先对太太说真心话 至于要对侯友宜说的话 前苗栗县长徐耀昌火力很强 凌晨宣布要退党 先骂党中央提名一个连苗栗宪明都叫不出来的人 更列出侯友宜的四大罪状 连党案同志都不认同 在韩国瑜选总统时冷眼旁观 白场公投中抛弃国民党 还窃取党的权利 却不肯付出分毫的人 根本是伤透基层支持者的心 断送国民党前程 我非常非常的遗憾 同时也尊重 我非常的期待 我们习耀昌 我们的县长 还要还是不是能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团结喊到现在 但党内挺过势力 人纷纷跳船 他现在心情会不方便联络 但是我要讲 从看他的退党声明 对国民党应该是 爱之深 责之切 有别郭台铭帮忙缓甲 党内要徐耀昌好好想想 郭董四年前 对韩国瑜态度似乎也一样 当时郭台铭董事长 在国民党党内初选 输掉了以后 还另外结合其他力量 反而对于当时的韩市长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若是用同样的标准来看的话 其实作为支持郭董事长的理由是不充分 论汉党情谊对侯郭都不能只看一朝一夕 TV的新闻 崔中旬 杨佩宇台北昌报导 好 今天聊政治哦 但是我们线上的朋友没有忘记启明哥今天把太座放家里 来陪我们聊政治哦 有有有准备玫瑰花 有准备玫瑰花 哇 启明哥求生欲很强哦 好 我们这个William也说赞助启明哥送夫人玫瑰花鸡金三朵玫瑰 谢谢 谢谢 情人节还加班到八点辛苦了 我们谢谢William的支持 对 谢谢他 谢谢 据说在这个Santa Monica的海滩 也不忘锁定我们政治一点名 真的很感动 对 因为那个风景是很美的 然后应该有很多很穿的性感的 很吸引人的东西 然后还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真是太感动了 那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 好 那么刚刚我们线上也有其他朋友说 老刘说阿菲律选民已经不耐反了 等整合等好久 那秋秋说小弟快八点才来 然后也给William按赞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很想继续叫启明哥的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其实大家都想说菲律整合要来看民调说话嘛 看谁比较有实力 但是我们看到郭台铭他民调目前是排名第四的 可是据说他也没有要退让的态势 不管惊喜三只小猪喝咖啡各式各样的议题啊 他今天呢传出甚至人跟钱都已经部署要联署了 对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独家的表单 这是一个我们取得的一个就是郭台铭所谓的联署的规划表单 上面title就写得很清楚 台湾阿民联署的相关的规划 从这个联署的规划 从这个title其实就很明显的可以说明他的一个意志 跟相关的一些准备 里面的项目包括了可协助设置联署站的单位 联署人的姓名 电话还有可协助的人选 虽然是一个很阳春的一个表单 不过呢在最近郭伴的确有开了非常多次的会 然后会议的内容就是在进行联署的一些相关的讨论 而另一方面在目前我掌握的有三大系统已经动起来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台北市 国民党的系统里长以里长为一个单位 他们已经开始在测试里民的水温 测试他们的风向 他们就有发问卷去了解一下 掌握一下自己该里的里民 他们的意愿喜欢谁支持谁 是猴还是郭还是柯或是怎么样 他们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调查 另外一个也让大家比较意外的就是民众党 民众党有系统 就是有一个资深的就是很重要的幕僚 他是黄珊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幕僚 他也投入了郭伴 那他从事的工作就是做一些前置的联署的准备工作 第三个就是中南部 中南部更重要 因为他的郭台铭的金流已经下去了 钱已经撒下去了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进行联署站的设置 所以钱已经铺下去了 那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等于是见在弦上 郭台铭是不是就是要 就是准备要做相关的联署工作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联署的作业呢 目前的时程 根据我们的掌握中选会的规定 就是从9月12号到9月17号 来进行登记医院 看你要不要进行联署 那到距离今天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非常的接近 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就是他的意向 其实应该要越来越明朗 然后另外9月18号到11月2号 就要进行联署 一个半月的时间来进行联署 联署的门槛大概是28万9千多票 接近29万票 其实这个数字对于郭台铭来说 应该不是太难了 因为之前一直有人传出 他要连数百万 把自己的绅士给拱起来 另外当然还要准备 100万的保证金 相较于他今天就随便 就砸了2000万美金 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小事 不过目前看起来 他都有相关的准备 在最近也有一些 时程上的一些传说 传出来一些消息 譬如说在823明天 他是不是就宣布参选 有人说是9月3号 今天有些媒体的报道 不过到目前为止 郭伴或是郭台铭本人 都没有证实这样一个 相关的消息 只能说他们做好了准备 到底要不要进行联署 要不要登记参选 还在等郭台铭自己 亲口来说这句话 确实 所以请跟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不管是去金门 还是这个 台湾主流民意大联盟 各式各样的造势 某种程度来说 还是酝酿在酝酿 最后联署出来 真的可以如同预期破百万份吗 这也是秀肌肉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侯友宜 他人也在金门 也到金门 也是为了823炮战 同时呢 他对于两岸的中心思想 也一再的强调 就是要两岸和平 甚至要承诺要来建设金门 也要盖金下大桥 都飞到金门 怎能不到金门大桥 走一遭 只是话说到一半 就郭董车队从一旁胡哨而过 何国同在金门 有可能也跟郭柯一样相约散步 喊惺惺惺 今天我也知道郭董事长来到金门 他的行程也很满 那我这边行程也很满 不要当面子弟 最好的礼貌的方式 我自己要跟我们去拜访 侯友宜低姿态 不过有些事不能让 像是和平宣言 不能只让郭台铭 站进反面 战争跟和平 往往就是一恋之间 这样的伤痛 金门不要 台湾不要 让金门和中华民国 免于战争的恐惧 这是我的先事 除了和平宣言 还抛六大政策 其中也包括陆放多年前 只有想盖的金下大桥 只要金门人 他决定了说要行建 我一定支持 一定全力的把他贯彻 而且在两岸 我一定会见过两岸 和平的基础上面 把这个金下和平大桥 变成两岸最重要的一个 和平指标 但这一切 侯友宜说 有情提 而侯友宜这趟金门行自家立委 陈玉珍不再反骨 从夏季一路陪 甚至还贴心准备午餐 看来这午餐很对位 但其实陈玉珍一小时前才在这 牵引锅再结喉 陈玉珍两边不得罪 TVBS新闻 李明辉庄凯玉在金门的采访报道 好 菲律大联盟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传闻 连还是和 现在都还说不定 所以有很多人说民调为主 由民调最强的来统和吗 但是我们线上的老刘就说 TVBS的民调何时出来呢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可是他是针对区域立委就是港湖区 那今天最新的数字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也知道 就是李彦秀是44 他目前是独占老头 一直在领先的一个局面 那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 好奇的总统的民调 总统民调的部分就是 目前听到我掌握的消息 已经开始准备要做了 就是电访员都已经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 应该这一两个礼拜结果就会出来 拿到第一份最快的资料 我会马上在这个一点名看 能不能把这个消息给公布出来 做一些相关的解读 确实 所以现在大家就对于民调的消长 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但请哥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目前民调区区第四的郭泰民 就说三只小猪 大家约约要团结来喝咖啡 可是我们掌握到 其实823炮战青年 本来大家想说 有没有机会在金门看星星喝咖啡 结果现在可文哲不去了 那么到底823炮战 这一天这三个人会做什么 823这一天 其实我们先讲柯文哲 因为他最先说他不去金门 那他对于823这一天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明天在9点50的时候 会去我们的中列祠 在中列祠表达他对这些烈士先贤的 一个敬意会献花 而且会发表谈话 他就不去金门了 那柯不好意思 郭跟猴其实这两天都在金门 对 重头戏是在明天 明天8239点半的时候 有一个82365周年 纪念的一个公祭跟追思的活动 是 那这场活动呢 猴会去 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会去 就是我们的总统 总统因为这个表达 因为他是三军统帅 他应该是要对于这些 为国捐躯的这些烈士 或是战士来表达一个敬意 所以明天太武山的这场 纪念65周年的这场公祭追思活动 就是总统跟侯友宜都会同台 那他就好奇 那郭呢 郭也在金门 是啊 郭提早一个小时在现场 他那个现场在太武山 是 他提早一个小时去太武山 然后表达他的追思之情 可是在总统跟侯友宜到现场的时候 他就会离开 对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 他明天离开太武山之后 他要坐船 对 他在金门坐船 要去哪里 他要去更前线 要去大胆岛 对 他的安排是 他要去大胆岛 绕海 就是绕岛一周 绕岛一周 然后还要登岛 登岛之后 里面应该好像有一个庙 就是可能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庙 我记不起名字 不好意思 那他去庙里面 然后去跟这个里面的神明 表达一下 表达一下这个敬意吧 对 所以 所以 虽然都在金门 虽然他之前提到 要一起喝咖啡跟侯友宜 跟柯文哲 可是柯跟 不好意思 郭跟侯都在金门 这个咖啡就是喝不下去 就是没有时间 没有地点 就是碰不在一起喝咖啡 而且想要做一些行程上的一些交错跟安排 要错开的好像就是郭台铭本人 是这样子 明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 就是他要去大胆岛 他把所有的记者都带去大胆岛绕海 我们就开玩笑是说 郭台铭你不想跟侯友宜碰面 你连记者都要全部带走 不让记者去采访侯友宜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有特别家派人 有记者 三个人 其实说明天在金门的总统 包括侯友宜跟郭台铭 我们都有记者在现场 帮大家带来贴身的观察第一手消息 确实 所以明天侯友宜 反而会跟这个总统蔡英文同台 来悼念这个823号战当中 牺牲的这些先烈 反而郭台铭他去悼念完 要走自己的路去大胆道 都在金门可是就是碰不到侯友宜 就是碰不到面 其实他们只要大家 能够稍微有心的话 一定可以见到面 所以这个三只小猪要团结喝咖啡 看来呢 大家还是要继续敲碗敲碗来等待 但就不晓得说 泛兰选民们耐心足不足够 在民调上有一些显示了 对 确实 给一些压力了 好 那么启明哥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民调的部分 有很多人在敲碗我们TVBS的民调 不过这几天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公布的民调 这个赖清德突破了40% 结果国民党的主席说 这民调你信吗 结果呢 让这个民意基金会的 游盈龙不开心了 他说你不信 你先把你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我就问大家选举选了这么多年了 有哪一次准的啦 网红馆长开直播又动气 就是因为近期多份民调呈现数据有差异 他干脆直播自己做 我们现在一万四千人看 我来取样一下 裁样数八千多 百分之 台湾人百分之九十五八 不支持赖清德 其实这调查毕竟还是在自己的直播会看的都是粉丝 这同温层能不能反映数字 只是比对最近的两份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赖清德首度破四成 柯文哲百分之二十六点六 侯友宜百分之十三点六 和柯的差距不小 但在ET Today民调中 赖清德支持度百分之三十五点四 侯友宜支持度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超车柯文哲 这让前一天朱立伦就唱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你相信吗 游益龙也反击说民调没问题 反要朱拿出国民党内参民调 让大家做公平 行家会去分辨民调是怎么做的 而不是只是拿说多加民调的数字如何 这样去比那个是不对的 最近大家看到的侯友宜的民调是不断的在上升 虽然我们现在是位居第二 但是我们绝对不敢自满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 数字起伏依旧是信者很信 不信很不信 TVPS5可以做台报道 而再来关注到的是因为先前me too风波而丢了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位子一职的林非凡 现在传出也去台湾民意基金会 任职的也是副执行长的职位 不过他月薪越换越高 现在已经达到了11万元 我决定退出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卷入民兔案被爆吃案 宣布退选的林非凡 过去担任民进党负密书长职务 月薪高达9万元 不过现在传出他的新工作 薪水比先前职务还要高 传出绿营人士指出塔的新职务是担任外交部每年长期捐助的台湾民主基金会 担任副执行长摊开单位的今年度预算书 副执行长名额只有一人 全年薪资137万元 平均月薪11万 加上奖金退付保险等等 总计年薪收入高达180万 恭喜林非凡又升官加薪 从零九万到零十一 那当年太阳花一役呢 跟对颜色跟对老板 太阳花结束之后呢 升官发展的就是林非凡 连藍渊士都自叹不如 因为主记总处才刚公布 一百一十一年的平均收入 三十五到三十九岁年收入 是近七十七万 平均是六点四万 限龄三十五岁的林非凡 未来可能收入一百三十七万 明显高出同龄层三十多万元 致电询问林非凡电话确实关机 普遍三十五岁年轻人 还在六万块上下挣扎的时候 在年年来身心呢都无望的时候 林非凡能在短短的期间之内呢 就加这么多的薪水 该单位人士说 对消息来源不知情 不过绿营人士认为 林非凡表现出众 是个人才给予祝福 对加薪好消息其实不必遮遮掩掩 TVBN新闻 花哨平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而有多高的薪资 您会愿意三百六十五天都不休息 半夜凌晨都还在开会回LINE讯行呢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这令人悲伤的故事 我们更关注到的是 这是在友达台中6A厂的厂长 传出突然促势 那么呢 他其他的员工还有同事非常的悲愤 说平常呢 他都是身先士足 有事他扛 常常365天基本上都是没有休息的 半夜凌晨都要回复信件跟LINE讯息 还有夜间会议要开 常常呢都是爆肝板的会议 这也揭露了面板厂的血汗的一面 而同时呢 按照目前呢市场的行情 厂长的薪资大约是一年年薪 400到500万元 但是这样超时过劳的工作 让家属失去了亲爱的家人 还有同事也失去 让他们尊敬的长官 面板龙头大厂 友达在中科6A厂 传出厂长促势的消息 一名员工在网络社团匿名po文 说证明在友达六代厂 任职约一年的厂长 因为工作持续高压 8月19号突然过世 他不只有无止境的会议 下了班365天回复信件跟LINE群 就连半夜还有无限回圈指导的夜间会议 秘名员工说 这位厂长为6A厂打拼 经常将有势我扛挂嘴边 上周六揍势 让他们相当震惊难过与不舍 中科管理局强调 会依家属意愿提供协助 但其实有资深主管透露 经常半夜遇事件或突发 电话从凌晨讲到三四点 天亮后还是得正常上班 这样的高压工作就是他们责任制的日常 虽然资深主管年薪将近四百万 厂长应该更高 但也是靠时间跟健康换来的 2014年当时的友达董事长李坤耀 因为到欧洲出差 累出病住院 有感于健康的重要 率先响应政府把法定工时 从双周八十四小时 主动缩减为双周八十小时 友达也成为全台第一家 推动工时缩减的制造业 当然现在董事长换人了 但科技业尤其主管工作超时的情况 却依旧是家常便饭 今年面板面临视况低迷 友达Q1才启动人事精简计划 无预警优离台南厂近百人 有些是担心工作不保 更多的是长时间承受高压工作 责任质也不敢含苦 TVBS新闻陈叔贤红 采访台中采访报道 而台湾的劳动环境究竟是如何呢 我们的经济股市是否是劳工过劳而换来的 我们带您看到这一份调查 根据有机构调查显示 其实台湾每周工时 在2021年来到了全球第四高 也在亚洲国家当中 仅次于第一名的新加坡 我们是排名第二的 而您可以看到 其实受到疫情影响呢 其实过去几年有工时下修的情况 但是呢 这其实不是一般的状况 我们的工时呢 目前还是排名在全球前五名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2021年全时劳工每周的经常工时 在南韩也是非常的惊人 来到了43.9小时 而日本呢是42.5小时 在台湾的每周工时 也有41.6小时 但面对台湾的工时常过劳的情况 劳动部的官员只回复说 只看到年军工时很难掌握到 劳工实际工作的全貌 如何达到工作跟生活能够平衡呢 同时也可以确保收入跟经济成长 似乎也是台湾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万华火车站 担任行李员的徐仲能 在台铁待了30年 现在负责旅客寄送行李服务 他说台铁人力短缺 市场一人要当三人佑 工作量变多是一定的 以我行李房来讲 一个班通常会有两个人 可是现在成一个人 而且以前是一天24小时 现在只剩下8个小时 或者是讲说12个小时 我们时间直接对半砍掉 可是我们的工作还是一样 我们必须做这些事情 但让台铁人工压力大 不仅仅是人力不足的问题 造成生理时钟错乱的日夜修三班制 更让他们承受莫大的精神压力 工作12小时修24小时 无止境的轮班下 导致工作过度和过劳情况 我这么讲铁路有一个统计 统计出来讲法说我们的余命时间 就是我们退休以后 通常可以活4年而已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必须去调试 原本我们三班制的时候 我们的生理状况已经调成成日夜休 等于说我们的三天别的一天 你一天都做起时间 那会是一种很激烈的身体变动 所以很多人适应不了 退休三四年以后就走了 台湾劳工工时长 薪水低 爆肝过劳血汗更成了台湾 长年以来的劳动代名词 加上加班文化盛行 也让台湾俨然成了过劳之岛 根据劳动部统计 台湾劳工2021年平均年总工时 是2000小时创下历年来最低记录 但即便如此 仍位居全球第四高 比邻近的日本跟韩国高出许多 台湾劳工平均年总工时 近年来有下修情况 2009年2027小时 2020年大幅缩短6小时 但降幅有限 2021年在40个国家调查当中 第一名是新加坡2298小时 第二是墨西哥 第三则是哥斯大黎加的2073小时 而我们台湾在亚洲国家中 仅次新加坡 超越南韩 日本 多年来摆脱不了过劳威胁 我们的部分工时的人 劳工的比例比较低 也就是说其他的先进国家里面 有一些它的数字 整体的数字比较低 是因为它有很多高比例的部分工时劳工 像德国它有22%的部分工时劳工 它会稀释掉它的平均年总工时 而我国部分工时的劳工只有占比 大概通常都在3%左右 3%的低工时 跟20%几的低工时的部分工时来说 要去算平均值 我们的平均值会比较高 大概它普遍的存在在我们所有的产业 包括制造业也好 包括我们的服务业也好 都是处在一个长工时的状态 请大家不要忘记 包括说我们现在 越多人依赖的这个外送的这个产业 它的这个工时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过劳问题凸显台湾职场环境崩坏 不少行业都面临高工时低薪的窘境 劳工为了增加收入 只好去兼职超时工作 换取一家温饱 低薪化结构加剧恶化职场过劳现象 台湾的劳工好像很爱加班 那追根究底 其实就是所得不足 薪资不够的问题 而导致他必须用更长的工时 来换得他可以维生的这个工资 未来也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解决我们的低薪的问题 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年总工时 能够更有效的下降 台湾劳工工时长薪资却停止20年 低薪问题若不解决 过劳文化会持续蔓延 台湾职场环境已经亮起红灯 TVBS新闻 严远山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而低薪高工时的台湾 其实我们线上很多朋友都心有七七烟 像是周周就说台湾高工时 在他这个年纪看到很多促世 因为心血管疾病 公安意外癌症死亡的同事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Peter也说公营企业 也有曾经出现过压榨劳工的事件 那政府还有国营企业 应该要带头改善劳动环境吗 那另外一方面 Roger说平均一周工时40.6小时 不相信 他说其实很多的行业别 月休只有四天或是六天 根本就没有周休二日的 确实喔 所以其实台湾的劳动环境 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但劳工呢也要事实发出自己的声音 跟资方来争取 同时呢 还有政府的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继续大观众朋友 来关注到的是 在花莲自由街这一处的撞球场 发生了砍人事件 原来呢受害者呢 跟仇家霞露相逢 又发生了口角 但是对方可是人多事众 有三个人将他围殴 没想到这一名受害者继续出言不逊 结果呢 他们在活气之下抽出了刀子 见人就砍 导致这一名受害者紧急送医 而目前警方已经逮到了两名嫌犯 他们说就是看不惯他说话这么呛 才愤而砍人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坐在店家门前的长椅上 表情痛苦 因为他的腿部和背部都被砍伤 店家门前的人行道上 地上溜有一大滩血迹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不难想象当时情况有多可怕 店里的小朋友是讲说 他被人家攔下来 这边停在这边被攔下来 就是被人家攔车的 有开窗吗 应该是没有吧 应该是砍的 用砍的 警方到场一一踩证 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这起恐怖的砍人事件 就发生在十五号凌晨四点半 花莲市自由街的一间撞球场外 二十岁的灵性被害人 骑车经过撞球馆门口 碰巧遇上相约一起打撞球的 张姓男子与曾姓男子 三人之前在监锁里 就已经互看不顺眼 结果再度发生争执 他不仅遭两名男子狂殴 其中一人在拿出暗藏的西瓜刀 一阵乱砍泄分 附近民众听到声响赶紧报警 警方到场犯案的两名男子 却已经落跑 林姓被害人随即送往慈激医院救治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两名主嫌到案说明也都坦承犯案 表示自己与林姓被害人积怨已久 他又讲话太呛太臭屁 才会激动拿刀乱砍 仇家狭路相逢 讲话口气差 爆发严重冲突 夜深人静 在人行道上 围毆乱砍 真的让附近住户都吓坏了 TVN新闻高志宏 蔡兴宇花莲采访报导 而再来看到身为网路上 有声量有流量的网红罗拉 酒驾被警方戴个震着 酒测值达到0.32毫克 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不过这名网红罗拉他说 他只喝了4杯调酒 不知道会超标 两名女子穿着清凉 清晨在街头遭到远景训斥 粉色上衣女子把手背在背后 一旁蓝色外套女子却在旁边 不断滑手机 原本以为只是围毯 没想到近视抓到酒驾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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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是以示范公共危险的 蓝艺女子一接受酒测 果然酒测值超标 马上遭到远景逮捕 上个月凌晨4点多 她们两人在台北市信义区喝酒 把车子围毯在棕连路的红线上 因此被警方拦查 没想到一靠近 就闻到浓浓酒气 进行酒测 酒测值高达0.32 当场被异公共危险对送办 法院审核判处 两个月有期徒刑 一颗罚金6万元 而证明理性驾驶就是她 在镜头前相当自然 身材也很火辣 她就是知名YouTuber罗拉 从showgirl出身 也曾经和艺人一起主持节目 后来改当网红小有名气 IG粉丝高达52.4万人 这回喝了四杯调酒 开车上路还微停 马上漏网也害得自己闹上 新闻版面 情侶新闻最后报道 也是在网络上 朋友人气的 南韩人气DJ Soda 日前到日本大阪出席音乐节的时候 因为穿着比较清凉 结果没想到 居然有观众对她伸出了闲猪手 事件曝光之后呢 大家也踏乏谴责这样不尊重女性的行为 而现在呢 已经有两名日本男子自首了 说当时喝醉才做出了脱续行为 感到非常的抱歉 而历经这个事件之后 Soda呢 她也再度自揭过去童年 曾经被性侵的伤疤 也希望呢 未来不要再发生 类似的事件了 两名穿西装的男子在镜头前 向DJ Soda鞠躬道歉 就是因为日前掀起 轩然大波的这件事 DJ Soda到日本大阪音乐节演出 和粉丝近距离接触 却遭到多人席凶更让主办单位 气得直接提出民事行事告诉 如今其中两名男子 登上日本年轻企业家 三岐优太的YouTube频道谢罪 两名男子年龄月20岁 其中一人还是大学生 坦诚喝了酒太兴奋 才有脱续轻率的行为 两人也在三岐优太陪同之下 到东京的警察局投案 后续就招给警方进一步调查 而对于这件事DJ Soda也再度 在IG发生 同篇文章出了三种语言版本 除了再度强调 信犯罪不该把责任归咒于受害者身上 孩子皆伤疤 回顾六岁时父母都要外出工作 一个人待在家里被强盗闯入侵犯 虽然跟父母谎称自己没开门 但从那个时候就留下创伤 DJ Soda也说2018年曾经被VIP贵宾信骚 本来想周出对方真实身份被阻止 如今感到相当羞愧 这回恐怕也没想过 正常出席活动却变成大型信骚现场 而再来关注到很多家长 觉得这样的调度补班补价有点不满 原来是因应全中运在台北市举办 所以今年其实台北市的寒假 部分学校的寒假 其实是要延后一周来放假的 而对此很多家长都认为 寒假的行程跟机票都已经订好了 为了配合全中运 恐怕计划得重新调整或者是泡汤了 而对此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对于造成家长的困扰 觉得非常的抱歉 但是还是希望家长跟同学们 能够共襄盛举 台北市的国高中生寒假要延后一周放 但学生们还有点不洒洒 我知道 全中运 对对对 那我知道了 不太好吧 不好吗 因为计划会打乱 很多人都有事情要做 台北市教育局宣布 为了因应明年四月二十到二十五号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赛事期间 要停课四天 所以把课程挪到寒假先补课 也就是说北市国高中职 将会晚一周放寒假 但引来家长们反弹 为了全中运用 不是强迫人家要参加的 为什么要大家都要停课 原本预计全家十一人 寒假要出发到日本滑雪 早早看了学校行事力安排 但消息一出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一更改机票手续费一张三千元 全家就要花上三万多 行程住宿通通都得改 延后放下的消息来得太突然 家长们急跳脚 因为只延后国高中职 国小没有变化 连校方也认为学习成效不会太好 家长质疑为何国高中小不同步 毕竟以今年全中运为例 主办方新竹县一样是在赛事期间停课 提前补课 但不同的是高中以下全部统一 那这个部分我想 也希望家长们体谅 让学生孩子都能够共享胜举 市长希望大家能体谅 行程要不要照原定的走 家长暂时难以衡量 TVB的宣王新唐 中央宣台北采访报道 而今天七夕情人节 如果您想告白的话 也欢迎留言 告诉我们会念出你的告白宣言留言 那么继续各位观众朋友 来看到您知道 北捷有一张APP 可以协助走散的情侣 在捷运站里头相会吗 这是北捷推出的相约列车功能 可以更方便通知别人所在的位置 不过其实现在很多通讯软体 都可以及时分享自己的位置 这相约列车的功能 究竟成效会如何 很多人其实也是打上了一个大文号 捷运登上广告抄袭 经营上面宣传杰克布拉格奥地里维也纳 萨尔斯堡的旅游 没有想到上面放的照片 竟然是德国法兰克福的圣诞市集 民众走过路过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德国在台协会也忍不住剖文吐槽 明明是德国法兰克福的圣诞市集 没想到海报却写浪漫布拉格 美味 维也纳 文艺 萨尔斯堡 做广告应该就要文对题吧 不然会产生误导 网友还直言 好歹用布拉格广场的照片吧 不过也有人缓夹 圣诞市集可能只是其中一项 而北杰表示 内容将会再请广告商跟刊登客户做确认 已经请全责单位处理 不过其实除了登箱 北杰APP近日也掀起话题 亲友好不容易在车厢门口会面 为了让找人更方便 北杰APP新增相约列车功能 输入车号 车门讯息 再按下分享键 就可以通知别人所在位置 起码可以找得到人不用太慌张 我常用IG和iMessage 所以应该比较方便 设计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台北捷运的列车 跟车站之间的范围比较大 旅客如果要在捷运系统之内相约 并不容易约在确认的位置 方便民众相约搭捷运 但如今各种通讯软体盛行 LINE Messenger 微信 通通都可以立刻联系朋友 北杰APP锐人新功能 恐怕使用频率会不如预期 TV的新闻 杨清波 刘一轩 台北怎么等 而州美洲的议会呢 强行宣布了要排我那中的反案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其实是尼加拉瓜党团提出的法案 我方政府表示为表达抗议 还有维护我国的主权 即日期就退出了这个议会的组织了 而对此呢 其实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得知这样的消息之后 他说我们的存在其实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可 听到台湾退出中美洲议会 柯文哲的反应 中美洲议会 我们剩下没几个邦交国的不是吧 我国在中美洲议会的观察员身份 成到最后一刻无奈必须退出 就算没有人承认 我们也要勇敢地存活下去 对不对 我们的存在不需要别人来认可 台湾自己要勇敢地活下去 退出中美洲议会 是不是少一个组织承认中华民国 总统直接上车没多做回应 这次退出对台湾外交 势必是一大打击 前总统马英九 2016年曾赴该组织演说 蔡总统2018年也见过来访议长 中美洲议会六个成员国 如今只剩下瓜地马拉 一国为我邦交国 面对中共压力难以抵挡 只是中美洲议会 原是少数允许我国 以中华民国名义 参加观察员的国际组织 进一步也要小心他的一些 所谓的灵动效应 包括中美洲统合体 域外的观察员身份 与此同时 瓜地马拉总统大选落幕 曾喊出与北京强化关系 也要维持与台湾邦交的 阿雷瓦洛逆时胜选 我总统府和外交部 第一时间乘治祝贺阿雷瓦洛 只是面对对岸 凭在中美洲出招 对台压力持续增加 而昨天中国大陆忽然之间 对我国生产的芒果 下打了进口的禁令 而对此民进党团就抨击了 怎么国民党还有民众党 都没有对外发声呢 而今天蓝一也回击说 现在到底是谁来执政 谁没有办法帮助农民 还有农产品输出呢 还有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其实也表示了 面对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双方不愿意沟通 不过随着中共的干扰选举 动作越来越多 只会让台湾人民的心 越来越远 劝告中共当局 这个动作越做越多 只是让台湾人 人心跑得越来越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点名了 中国大陆禁我芒果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喊话对岸 那就是两边不沟通嘛 其实这样我后来发现 我们台湾芒果也有输到日本跟韩国嘛 奇怪日本韩国应该是要求更高国家 日本韩国都没有办法停掉 你知道 毕竟芒果事件绿营要他和侯友宜 说清态度 损害台湾农民利益的同时 却完全没有看到 柯文哲跟侯友宜 向中国政府表达抗议 难道说是认同这样的做法吗 請问现在到底谁才是执政党呢 民进党部应该要求他党候选人来表态 而应该是要问自己 执政了八年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 大酸到底谁才是执政党 只是突然大陆进台湾芒果实际敏感 就在赖清德巴拉圭访问后 芒果也不是主要输入产品 是否警告异味农 更被联想是叫停ECFA首不取 除了农与业之外 其他的譬如ECFA主要项目 石化运输 机械 纺织 那这些项目因为它的技术的成分 都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从过去以来 也都受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进口 替代措施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从它进口这些项目呢 逐年在比重上递减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专家也坦言ECFA若涵婷 主要还是政治层面影响比较多 因为以项目来说 整体GDP只占小比例 只怕中国大陆再出招 芒果碰上选举年 反催成了芒果感 有粉专制作的帖子说 台南人排队喝牛肉汤可耻 结果哀告 就是这张帖子去年10月 在台南引发话题 因为上头写着 排队喝牛肉汤 台南人支持 而且还贴在大街小巷 没想到现在真的有业者提告 要追究责任 原来贴子出自粉专经营者 张小军之首 他在8月初贴出照片 正式自己遭到提告 8月11号表示 已经到地检署应讯 并自嘲自己喝牛肉汤 喝到被告 显得相当无奈 原来有在地的牛肉汤业者 认为贴子出现后 确实影响到生意 因此对他提告 虽然在地民众说 不会受到贴子影响 不过其他牛肉汤业者 似乎感同身受 认为自家附近 如果被贴了贴子 也会感到不自在 虽然法界普遍认为 官司成立的可能性不高 但张小军人强调 熏导喝牛肉汤不排队 并非针对特定店家 而是要强调 台南有300多家牛肉汤都好喝 应该找间店家 把时间花在好好品尝美食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导 好 台湾人喜欢到台南喝牛肉汤 可是接下来要吃日本料理 会不会要多多考虑一下呢 志宇 没有错 要吃日本料理 可能会让大家必须要捏着胆子 才有办法吃日料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确定 日本政府要在24号 开始排放核废税 但这个话题呢 已经讨论非常久 但现在真的要实施了 让周边很多国家 也都是跟着跳脚 不过我们却观察到一个情况 就是周边国家的反应两样情 包括俄罗斯 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 基本上呢 都是对这件事非常反感 但是相对来说 南韩反而是非常淡定 他们对外解释说 因为他们相信日本政府 都有符合科学规定 如此两极化的看法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讨论 我们晚上9点钟的TVB看世界 也会带大家来深入解析信话 确实哦 至于刚刚说的核废水 入海不仅是食品安全 还有环境问题 现在成为了国际政治的角力 大家要记得持续锁定 2100的直播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关注到的是在高雄艳巢 这里有住户爆发了口角冲突 甚至出动了怪兽来刨路 原来是土地纠纷 已经正在诉讼期间 但是地主忽然叫来怪兽要拆路 怪兽进入下道开挖 把整条路通通刨除 里头住户出入只有这条路 挖了就无路可走 于是与地主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双方越炒越激烈 住户经营畜牧场需要运进粮草 路这么一挖不止人出不去 牛肢的粮草已经没有库存 出现正义的路段 就在高雄市燕巢区的新隆路 地主三年多前收购土地 一年前决定收回使用权 但住户坚持这是农用继承道路 告上法院 二十二号上午 地主直接出动大型机具 将不右路通通挖掉 住户一家人眼看判决还没结果 对方就开始大动作挖路 人无可忍 目前唯一的通道只能爬栏杆穿越田梗 地主强调没有要完全将路封死 还是会留三米宽让人通行 这也是法院何可的宽度 目前公所会尽力协调 在判决下来之前保留道路的通行权 只不过土地若真是属于私人 使用权理所当然要回归地主 再来关注到这一名夸张的驾驶 他不仅开车开到一半 直接开到对象的道路 而且还在马路中央呼呼大吹 警方获报来到现场之后 发现这名驾驶非常的不对劲 原因就是因为他嘴巴上出现了 叼着一个气球 警方才发现原来他一边开车 一边吸笑气吸到不省人事 而叫警驾驶之后 也对车辆进行了盘查 从车上上面查出了一些违禁品 而根据了解这名驾驶上路之前 还吸食了彩虹烟 根本就是危险驾驶的行为 让原警看了直摇头 直接移送法办 逆向停在大马路中央 原警探头一看 驾驶竟然在座位上呼呼打水 他现在嘴巴咬着气球 睡着了 实在太大胆 边开车还边嘻笑气 连警察到了也完全没有发现 致远吉利将他团团包围 你在干嘛 没有 睡着 睡着喔 睡着怎么这么夸张 没有 已经密线过来了 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 这不是说声拍死就没事了 大哥您在上午七点多 上班接风时间睡着 挡在路中央 已经造成大回度 这边路上都是 都因为你这台车堵住嘛 上下半时间咧 现在 状况就发生在新北市这个路口 警方调查 19岁无心驾驶 租了一台白色兵士车 早上七点多 从桃园出发 开车之前吸了彩虹烟 坐上驾驶座 又开始嬉笑气 一路开到阴哥 却在途中直接睡翻 挡住车辆通行 至少五分钟 男子用的就是这两瓶 达拉拉放在副驾驶座 被远景发现 他嘴上还叼着笑气的气球 落网之后公称 向卖家叫货 一口气花了一万元 买下这两支中型钢瓶 但他带着两罐出门找朋友 怎么还没到对方的家 自己就先开来吸 出发最终可以开罚三十万元 这名男子一个早上 又吸笑气 又抽彩虹烟 虽然没有引发事故 但尖锋时段 独驾挡到别人的路 恐怕也让不少赶上班的驾驶 气得要死 TV中央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